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瓣 好久不見了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再來看一下我們的背包戰爭的一個新更新 我們的腐敗頭盔 沒錯這算是頭盔的一個進化版本 它的能力是在戰鬥開始的5秒內減少傷害25% 其實以這個遊戲而言減少5秒鐘的傷害很像就已經非常非常的浮誇了 等於是在這5秒鐘之內我的輸出可以相對而言對手是變多的 而且又再換句話說我們又再更加的靠近那個疲憊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也是要玩疲憊流的一個玩法呢 不過這是我後來的想法 畢竟這是我剛看那時候剛更新的時候開局的一個玩法 不管如何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那這也是我自己私下錄的啦 所以導致我都是重新再去做配音的動作 所以可能會發現那個聲音怎麼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而且我當下的想法可能跟我現在玩完之後的想法又不太一樣啦 個人是蠻期待如果這款遊戲未來能夠趕快出正式版的話 應該是還可以 只不過如果他能夠再稍微調整一下 變得比較能夠知道說這一局能夠拿到我要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會再更香啦 我覺得這個遊戲最慘的應該就是 我明明今天要的是A 但是很容易就拿到B的裝備 對就變成說有可能我用第C套裝備更輕鬆的打完 那我為什麼要打那麼痛苦的用一些很噁心的方式呢 就像是很多人都叫我玩黏黏 我就說誰會去玩黏黏對不對 你玩出黏黏的情況下 說不定都已經輸了幾局了 因為沒有那麼容易的去拿出黏黏 雖然說黏黏的強度是高到一個爆標沒錯 但是我會覺得取一個CP值最高的 反而會是這個遊戲最舒服的一個狀況 好啦那我們前面的情況呢 我們都還沒有把腐敗頭盔給他拿出來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給他加速一下 看一下目前的狀況 那現在前期的話呢 我還是蠻喜歡用鏟子的啦 因為我都是 可是要雙鏟子比較好 可是單鏟子的話呢 我又要再配另外一個主攻的武器會OK 因為如果雙鏟子的話 到後面我再拿一個武器 我就要把鏟子給他賣掉 我就覺得說我會有一種 我先拿鍋貼 我先拿鍋子再拿掃把 那這樣錢是不是就有點相變相的浪費呢 所以我還是會習慣一個鏟子 剩下的可能拿起豬來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腐敗頭盔他有一個能力啦 是15%的機會使增益無效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可以讓對方的上buff的能力變少 其實玩這個遊戲玩到後面 我會覺得說是不是都是在搞 增益跟簡易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那個魔女會毒啦 所以魔女會毒的話 那個簡易就變得非常非常香 然後增益的話呢 我覺得可能 影響的效果沒有那麼高 所以說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是如果他累積到一定量的話 也會非常非常的差 不過增益就有一些數值會變得有那麼一點虧 像是魔力 假設你今天沒有用魔力的能力 又或者說你連神針都沒有拿的話 魔力這個數值就會完完全全的浪費掉 所以我會覺得現在這個頭盔而言 比較沒有一個流派的出現 而且他的機率超低才只有15%而已 我這邊原本是還想要用豬是給他上去 不過豬的趴數很像是20%還是25% 給15%加上去 他不是15%加20%25% 而是15%再多15%裡面的20% 15%裡面的20%的話就當作3% 變成15%變18%而已 我覺得在這個戰爭裡面 從15%變18%那個影響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包 除了他的那個基礎的傷害 有減少25% 從原本的3秒變5秒以外 他的第二條能力我覺得到還要 但是第三條能力呢 他是對對手的生命回復效果削弱30% 這點算不錯 但是這一點也只是專門針對吸血流而言 也不能說吸血流 回血流的玩法而言 那如果沒有對到的話呢 那這一條其實也用不到 所以最主要呢 應該就是他的5秒內受到傷害減少25%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會要嗎 感覺跟那個鞋子是有一曲同共之妙的 我覺得鞋子未來應該也可以去進化 所以等於是我今天有頭盔 然後如果我又有便宜的那個腐敗水晶 我可能才會把他拿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可能就給他放一遍 好啦那我們在這個回合內呢 也把我們的腐敗頭盔給他拿出來了 只不過呢要先給他進化一下 那我這邊呢先把我們的劍也給他升上去了 至少兩邊的攻擊力又給他上去 不過這樣子上去很像有那麼一點點的愛傷 因為對面是兩把劍跟我們的加速手套 我這裡呢只多了一個笛子 說到底啦其實我還是蠻愛笛子這個東西的 因為笛子他可以給你護盾以外呢 還會給你幸運 還會給你耐力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都還算蠻香的 那我這邊呢就把我們的鐵劍果斷的給他換掉 換上了我們的西洋劍 想說我只要一個武器就好 但是我這邊很像也把鐵鏟給他賣掉 我剛才說不要把鐵鏟賣掉而已 但是我這邊選擇把他賣掉 但我覺得很像應該是不需要的才對 我這邊應該還可以有鐵鏟去增加我的傷害 但是我覺得我想已經快要爆掉了 我不想要再去重錄下去 所以我就直接果斷的 我不要傷害我不要錢了 對我完全不要錢了 用這個方式去把我的傷 去把我的最大輸出給拿出來 因為我玩這個遊戲玩到後面發覺 我前面雖然說要錢會可以增加更多選擇 但是通常贏上去的人選錢 就代表說我少了一些空間 甚至少了一些這些錢 原本可以拿去買更強力的裝備的情況下 所以我選擇呢還是把那個錢不要選 那我是不是會更大的輸出 那我這邊有選擇出兩隻豬 原本是想要給他 都放在我們的劍上 至少我的幸運可以變得比較多 我們的西洋劍在這邊 我覺得傷害也算蠻扯的 他沒攻擊到會增加點幸運 攻擊到的話會消耗幸運 然後增加他的傷害量 所以西洋劍會越打越痛 剛好我全身上下也只有這個武器在打而已 所以就直接給他強化上去 這樣的話是不是這把劍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像 那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頭盔在哪裡 已經沒有在用了 對 有不能說沒有在用 就是他不是一個主流 對他沒有辦法稱為一個主流 但是他就是默默的在旁邊幫你付出 因為你就算丟多兩個頭盔 三個頭盔 四個頭盔好了 你還是只有在5秒內的傷害有減少而已 如果他第二個頭盔可以變成10秒 第三個頭盔可以變成15秒的話 那可能頭盔還有疊上去的意思 那其他的話我覺得倒還好 你說為了那個15%的增益嗎 那我要疊幾個才可以 我疊兩個就算給他疊到30%好了 我必須要再買一個頭盔 再買一個腐敗水晶 雖然說我已經又買了一個腐敗水晶 但只是為了 應該是特價的時候我買的吧 然後那這邊的話 我還是就專注於我的西洋劍 然後我就配上我們的穿甲劍 然後再給他幸運給他疊上去 幸運疊得越多 攻速我們消耗的越快 他的幸運就消耗越多 消耗越多他的傷害就會越扯 那一樣 我今天有笛子的話 又再把我們的神燈給他拿出來 其實我真的蠻喜歡神燈流的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今天當你單武器沒有要幹嘛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神燈跟笛子拿出來 你就可以把他給灌上去 說到多武器的話 其實很像也除了弓箭以外 我覺得其他人都還好 不然的話 因為就是要把耐力的部分也給他搞上去 才會辦法多武器 不然的話實在是太容易就給他沒有耐力了 那對方現在等於把武器的情況下 沒事我們監光單武器就可以把他給扛掉了 對我覺得單武器給他到底的話 其實可能比多武器還要來的瘋狂 只不過要給他傷害加到極致才可以 就是我們的攻速可能要給他夠快 才有變得友誼 不然的話單武器攻速不夠快 很像也沒有那個差別 那對方的話 直接把黑暗箭給他拿出來 用毒是毒下去了 沒錯 但是沒事的 我覺得真的跟那個頭盔有關係嗎 我覺得很像也看不出來 有什麼所以然你知道嗎 那剩下的話 就是不斷的去把穿甲箭的旁邊 給他強化上去 穿甲箭的話 我覺得以武器而言算是蠻好用 一來他增加爆傷 二來的話他又可以增加幸運 然後再搭配西洋箭的話 我們的幸運就用不完 就變成說我們的西洋箭 可以越打越痛 前提是要打到啦 如果今天沒打到的話 也會有點幹 但是沒錯 只要當西洋箭拿出來的時候 整個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說我就是犧牲我的選擇 然後去強化我的隊伍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玩法 只不過以拍片而言的話 會變得有那麼一點點的虧就對了 好那我們這邊拿出了 第二個神燈跟第二個笛子 那這邊的話 我是沒有把神燈給對到的 應該是我剛剛發現了 沒有我還是有對到 我沒有對到的是上一局 我還有拍另外一局 可是那一局的話我就沒有上 因為同樣都是頭盔 我就選擇一局就好 這一局的話呢 我覺得更香一點點 但是我這一局的主角 好像變成是西洋箭 可以看到我們的西洋箭的傷害 戳一下直接來到63D 再配上一個藍色寶石 攻速快又可以直接打增傷 那對方要怎麼扛 如果今天對方又用護盾的話 等於是沒有意義的 把他佔了一些他的空間 所以我這樣子是不是會更香 那麼一些些呢 對方有鋼隻黏黏 但是再配上那個護盾 可是我們那個東西有那個 藍寶石在 直接戳掉對方 我們現在剩下兩滴血 不過這也是生存之後 多的一滴血 所以代表說 我們換掉之後呢 就再也沒有受傷了 那剛剛其實又給我了 一個腐敗水晶耶 可是很像已經沒有必要了 我這邊是不是給他賣掉了 或是沒有拿到 那這一次對面的話 也跟我一樣 把腐敗頭盔給他拿出來 兩邊都是在扛爭議 但你可以看看 其實那個扛爭議的部分 很像也還好 我今天是瘋狂上爭議的隊伍 但是呢 我的西洋箭的爭議 還是給他上上去了 可能是因為我上爭議的速度 實在是太多又太快 所以一個15% 可能沒有辦法擋下那麼多 我覺得那個%數要高一點點 才有那麼點意義啦 不然的話真的是有一點可惜 我這邊是來檢查一下 我的神燈到底有沒有給他上上去 有上上去的話呢 那就沒有事情了 剛剛有刷出一個南瓜 南瓜我是蠻想用的 但是南瓜真的是太難太難用了 好啦那最後的話呢 我繼續再把滴子給他上上去 一來就是加耐力以外 還可以加護盾 然後又可以加幸運 這樣對西洋箭而言 我的攻速越快是不是越來越想 這時候我其實要一個逐針逐陣地去觀察一下 我的西洋箭到底有沒有辦法 把所有的那個 幸運都消耗掉 如果有辦法的話呢 就還可以再給他更多 更多幸運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沒有必要 那我們這邊就給他通過了 最後戳一下呢 來到了一百六十幾滴 沒錯 玩這個遊戲的話 我真心是蠻喜歡單武器的 當然如果單武器遇到被克制的隊伍 很有可能就這樣子直接爆掉 然後我們現在是99分 欸有那麼一點點的尷尬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的腐敗水 腐敗頭盔的開箱 但我覺得總體而言 跟腐敗頭盔倒還好 可能未來龍靈鎧的話 龍靈鎧的話應該也會出另外一個腐敗頭盔 腐敗的版本吧 一定會有的 不然的話那個裝備其實還有 那麼一點點少 他的有些流派其實還沒有那麼的完整 唯一最完整的應該就是疲憊流了吧 那這影片就該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就下這邊再見啦 3 2 1 掰掰 3 2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